手表能不能买 怎么入手才不会被坑呢 不是新表买不起啊 而是二手表呢更有性价比啊 等到再出手的时候呢 也损失不大 这位表友啊 在某二手平台上淘来的一个烂琴 会是真的吗 这只表啊 游记过来之前呢 我就已经看过图片了 但是啊 表友还是不太放心啊 非得游记过来 让我看看真假 那么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机芯呢 对于手表来说啊 就是至关重要的部件 烂琴的机芯打磨啊 都是千篇一律的 这个机芯怎么看呢 首先啊 看自动图 新款呢 中间有一个镂空的翅膀 做工精细 没有多余的毛翅 型号是L888.4啊 对应的是硅百轮啊 在甲板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像锄头一样的甲板啊 采用的是双T的避震器 百轮上还有两颗微条的螺丝啊 很好辩论 但是呢 还有很多人啊 看走眼 看这个机芯啊 是不是也很精致 其实啊 它是国产的 从正面看啊 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个logo啊 logo呢 它的拐角部分呢 都非常的圆弱 这个金主标呢 做的是非常的好 之后啊 我们看这个表征啊 表征的针尖部分啊 看是不是与圆角收尾的 与圆角收尾的呢 都是正面 如果看到平头的呢 那那就是剪切针了 那那个呢 就要pass掉了 表征的中轴啊 是一个正圆啊 中间呢 有一个圆平凸啊 凸起很明显啊 这个表征呢 是没有问题的 锁表呢 已经给粉丝朋友看好了 是没有问题的 选购二锁表啊 尽量呢 还是选择平台交易吧 有问题的话呢 至少还有个保障 我是中秒将飞秒 感谢观看